危暗的玉场尽头,跳出一个可爱的少女,她不着寸缕,连块遮挡的毛巾也没有,搞搞日光将她雪白的肌肤照得亮晶晶的,她笔直地站着,像一棵小桐树使劲挥手。 川岛回想起这一幕不自觉地露出宠溺的笑容,下巴几乎要碰到浴池的水面上,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满身孩子气的小舞女,这是她二十岁那年最珍贵的记忆。 大正末年秋天,正在上高中三年级的川岛,独自一人前往衣豆旅行,在川汤桥附近遇见了一群表演艺人,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第一次看清了小舞女的样子。 她约摸十六七岁,有张秀美的额袋脸,头上盘着巨大的旧式发迹,好像历史小说中的美人,川岛窝在楼梯间看她表演,小舞女的一举一动一啼一笑都吸引着川岛,她太可爱了。 大正时期,学生地位极高,一人则处于社会最底层,可以和乞丐并列。 川岛本以为两人再也不会有交集,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他们走在了一起,川岛慌忙跑进一家茶寺碧玉,在门廊处又遇见了这支卖艺的队伍。 川岛一愣,走到旁边擦拭身上的雨水,小舞女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了川岛,怕川岛嫌弃,她还将座垫翻了个面。 穷乡僻壤来个读书人是件稀奇事儿,茶寺老板将川岛请到室内喝茶。 川岛听着老板叙叙叨叨,心思全在小舞女身上。 偶尔语情,川岛听到卖艺的队伍离开,匆忙父亲查钱追了上去,一人居无定所,哪里有客人就去哪里。 此番再错过,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。 卖艺队伍走得很快,川岛一路小跑,终于再次见到了她。 两人视线相撞,小舞女害羞地别过了头,川岛的心情不可名状,行为也预盖弥彰起来。 她装作不在意,大步往前走,与小舞女擦肩而过。 幸好队伍中唯一的男人开始搭枪,她才有理由放慢脚步和队伍一起走。 男人是小舞女的哥哥,据她所说,他们来自波浮港,每年春天出发,四处巡演。 冬天一到就返回,这次他们要去夏田,会在那里待一阵子。 巧的是,川岛也要去夏田,凉伙人正好顺路。 川岛心中窃喜,她可以和小舞女多待一会儿,多说两句话了。 小舞女也是同样的心思,她虽和川岛交流不多,却对川岛有莫名的好感。 队伍行之以小村庄,村口的木盘上写着,乞丐和艺人不得入内。 哥哥带人绕向旁边的小路,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待遇,突然就要分别,川岛十分不舍。 又不知该如何挽留,走小路绕远,队伍中的老妇人站出来,建议大家进村试试。 有个读书人同行,村民应该不会说什么,哥哥点头答应了。 小舞女脸上绽放出笑容,率先跑进村子。 村民从他们身边经过时,都会忍不住多开两眼这奇怪的队伍。 天黑的时候,众人来到一家小客栈门口,川岛提出往后几天都要和艺人们结伴而行。 小舞女十分高兴,跑去给川岛倒茶。 她的心思都在川岛身上,不慎弄翻了茶盏。 手忙脚乱擦席子,她离她很近。 川岛的目光仅仅贴在小舞女的身上,不自觉地脸红了。 她能看清小舞女的每根头发丝。 老夫人笑话小舞女情窦初开了,称怪着丢了块抹布过来。 川岛以为今晚自己会住在这里,但当她刚休息了一会儿, 就被小舞女的哥哥带去了另外一家旅馆,一家高级的温泉旅馆。 一切安顿好后,川岛邀请小舞女的哥哥留下吃饭。 哥哥连声拒绝离开了房间。 他们走后,招待客人的阿姨立马叮嘱川岛,不要和艺人们往来,他们的身份不匹配。 川岛终于明白了哥哥要将她带来这里的原因,这是个阶级分明的时代,人的行为要和身份匹配。 川岛才不管这些,他掏出几枚铜板,在楼上丢给了小舞女的哥哥,要她给大家买点吃屎。 哥哥不愿意收,他将铜板丢回来。 川岛又正下去,哥哥推脱不过,便不再客气,领了好意。 他明白川岛是个好人,没有看不起他们。 夜已深,对面却响起歌舞声。 川岛好奇地探出头,向窗外望去,忽然发现了小舞女,原来是他们在表演。 川岛躲在房间里偷偷欣赏,可还没看几眼,就脸色大变。 对面的房客抱住了小舞女,要吃她豆腐。 小舞女挣脱不开,川岛也心急起来。 慌乱间打落了旅馆的吊灯,楼下的房客走了出来。 她十分纳闷,没风没雨的,灯怎么会落下来。 此时川岛已经藏进了卧室,歌舞声断断续续穿进她的耳中。 川岛心乏意乱,看书也无法使她宁静。 小舞女是多美丽又稚嫩的鲜花,是川岛心头绽放的小玫瑰。 今夜,她会被糟蹋吗? 半夜下起了大雨,川岛心中记挂着小舞女,辗转难眠。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大亮,哥哥来寻川岛,和川岛一起沐浴。 他小心翼翼地试探,对昨晚表演吵闹,打扰川岛休息之事感到抱歉。 听到川岛亲口说出没关系,哥哥才放下心来,走到窗边透气,站在窗上能看到对面的公公浴池。 那边水汽阴韵,有七八个身子隐藏其中,朦胧间能看到有根手臂在招摇。 小舞女和老妇人在那边洗澡,她在同哥哥打招呼。 哥哥将川岛也叫到窗边,忽然那团水雾中跳出一个明媚的身影,川岛煞时瞪大了眼睛。 小舞女光溜溜地站在阳光下招手,她的笑容比太阳还要明媚。 川岛看着那个雀跃的身影,情不自禁地笑起来,她仿佛能看到小舞女身上亮晶晶的小水珠。 川岛心中沉寂的郁洁一扫而空,不再去思考小舞女昨夜有没有被玷污。 只有天真无习的孩子才能有这般调皮,无所顾及的姿态。 一想到小舞女是在向她打招呼,川岛身心都舒畅了。 不多时,小舞女穿好衣服跑到了川岛的楼下,叫哥哥一起回去。 这次她的头发整整齐齐,除了必不可少的梳子,只装饰了一朵小巧的绒花。 谢去繁复地表演装扮,她可爱得更加明显了。 川岛一见到她,就控制不住嘴角,像大鱼洗刷过的青衫。 她对她怀有一种干净的、清新的喜欢。 川岛邀请小舞女到房间里喝茶,小舞女正要跑上来,却被老妇人叫住。 她和川岛身份悬殊,到川岛房中喝茶有些不妥。 小舞女有些失望,却还是朝川岛点头一笑,黯然离去。 川岛失落地坐在栏杆上,有些怅然。 一个人在旅馆中很无聊,隔壁房客自来熟,拉着川岛一起下棋做消遣。 川岛其意了得,鲜少敌手。 房客奋斗一晚上,也没影下一句。 当时川岛自乱阵脚,楼下传来乐声,川岛探头望去。 果真是小舞女的卖艺队伍。 川岛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小人,再也无心下棋。 她跑到阳台,邀请卖艺的队伍到旅馆中冲澡吃茶。 反正已经没生意了,哥哥就将队伍带了上去。 别人都去冲澡,只有小舞女蹬蹬蹬跑进川岛的房间道谢。 她就是想见见川岛,少女那点小心思全挂在脸上,藏都藏不住。 小舞女瞧见棋盘,眼睛一亮,要和川岛对弈。 啪啪梁子落下,川岛乐了。 小舞女拿着围棋棋盘与她下五子棋,因为心中喜欢,川岛不但不嫌弃,还觉得她十分可爱。 令川岛没料到的是,小舞女吴子棋吓得很棒,和川岛逗了个息骨相当。 两人吓得入迷,头越靠越近。 小舞女的头花碰触了川岛的发烧。 川岛一正,目光好似天边的繁星,闪闪说说。 这种感觉就像二月里的小雨,丝丝绵绵绵,朦朦胧胧,连风都是轻轻的,却能让人的心绪温柔地起伏。 轻轻呼吸一口泥土的味道,百害通畅,人已醉了。 两人的对异实在太过甜蜜,招来了一只小苍蝇。 房客这个大电灯泡非要跳出来观旗,他调侃着川岛。 目光无意落在小舞女身上,就也着了迷。 甜美的花朵谁都想要采摘,碰巧老妇人也上了楼。 房客将老妇人拉到一边,要买小舞女一晚。 老妇人十分恼怒,他们虽是艺人,却只卖艺不卖身。 小舞女还是个孩子,这房客太唐突了。 相比之下,川岛就是个温润君子。 艺人们和川岛约定,此日八点一起出发去趟野。 川岛高高兴兴地整晚睡不着,一大早就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。 他将学生帽收起来,换上了在路边买的鸭舌帽。 想着这样或许能消除身份的差距,和艺人们更加亲近些。 他赶到艺人们住的旅社,却发现艺人们还没起床。 他们昨晚表演太累了。 小舞女发现川岛突然闯入,整个缩进被窝,连头也藏进去了。 他如此害羞,川岛也不好意思多看。 便与其他人交谈。 老夫人解释道,因为今晚临时加勒场表演,所以他们要推迟出发。 如此一来,川岛想要和他们一起走,就要再等等。 川岛为了小舞女甘愿妥协,一屋子女眷还没起床,川岛不好长时间停留。 哥哥将他引至室外,经过这几日的相处,两人已经十分熟悉。 哥哥向川岛讲起自己的经历。 他父母双亡,和妹妹相依为命。 队伍中的老夫人是他的丈母娘,另外一名年轻女子是他媳妇。 做艺人很辛苦,他的妻子因为过度劳累,两个孩子都没保住,所以他从心底不希望小舞女也走上这条路。 但是自话怒人,小舞女只上到二年级,没有未来,也没有生路。 哥哥告诉川岛,小舞女的名字叫做阿勋,人如其名,香香暖暖,自然美好。 川岛一想到小舞女的样子,心就好似泡在清凉的甘泉中一般舒畅。 哥哥的生活虽苦,却还有小舞女的陪伴。 川岛不仅有些羡慕,他早已习惯了孤单,川岛的身世也好不到哪儿去,父母双亡,无依无靠。 见到小舞女之后,他才窥见了生命中的美好。 有人是天上的鹰,有人是水里的鱼,你羡慕他能游,他羡慕你能飞。 川岛的学识和地位,是艺人们一生也得不到的梦想。 艺人们四处游走,再歌再舞的浪漫,也是川岛偶然地消遣。 在川岛看不到的地方,是艺人们更加残酷的人生。 阿君是小舞女的好友,约摸十三四岁,也是个四处漂泊的舞女。 两人曾约好在某旅馆相见,为此小舞女还专门到修善寺求了个平安福。 可当他拿着礼物去寻阿君时,阿君却不见了。 小舞女为此失落了好几天,小白狗仿佛通晓了主人的心意。 在小舞女即将离开的时候,发了疯般地乱跑。 小舞女追到一个小巷子里,无意间发现破柴房里藏了个人。 他定睛一看正是阿君。 原来,阿君来到此处之后,吕社老板不停让他干活。 阿君累病了,老板便将他丢在一边,不管不顾。 阿君得了严重的伤寒,已逝时日无多。 他接过平安福,心满意足地笑起来。 离死前能再见一眼小舞女,他已经知足了。 艺人们就是水面的浮游,既渺小又短暂。 匆匆一见又要分别,小舞女马上要和队伍一起离开。 艺人们居无定所,重逢只能看天意。 小舞女心中记挂阿君,她站在山顶上大声呼喊,祈祷阿君早日康复。 殊不知破晓时分,便有一群人闯进了柴房。 那个简陋的小木屋就是阿君的归宿。 至于里面的人,到底真的凉透了还是仍有一口气,谁在意呢? 一个下贱的艺人罢了。 小舞女不识字,恳求大叔给她讲故事。 大叔接过书本,手便不安分地搭在了小舞女的肩膀上。 小舞女只顾听故事,浑然不觉。 大叔更加大胆,一路往下,停在了小舞女浑圆的蜜桃上。 老夫人瞧见大叔偷偷摸摸的动作,大声喝止。 大叔吓了一跳,善善地缩回了手。 锅里正煮着一只鸡,敦敦地冒着热气。 大叔眼馋的却是小舞女这只除雀。 既占不到便宜,大叔也没有了继续待下去的兴趣。 故事也不念了,找了个由头匆匆离开。 单纯的小舞女满心失望,没人给她讲故事了。 她垂头丧气地走进室内,将书丢在暗戟上。 川岛方才在这个房间看表演,顾不知小舞女刚刚被大叔吃了豆腐。 她瞧见小舞女丧气的样子,便猜出她想听故事。 随即宠溺一笑,捡起了故事书。 小舞女煞时欢呼雀跃,催促川岛快快讲。 小舞女听得入了迷,待在川岛身边。 陌生的蝌蚪文也变得十分亲切。 她想看看书本,却不知不觉和川岛靠得很近。 眼看两人的脑袋要挨在一起了。 老妇人闯进房间打断了二人。 小舞女被叫去表演,而川岛只能留在房间中。 连日来的相处让川岛越发大胆。 她不再遮遮掩掩,而是明目张胆地偷看。 老妇人瞧她这副吃样,猜到了川岛的心思。 小舞女与读书人的爱情,只能是写在书本中的浪漫。 现实世界,她俩将会面对很多非议。 当单纯的爱情被现实击碎,谁还能回忆起她甜美的模样。 老妇人作为过来人,深深叹了一口气。 当晚川岛离开时,小舞女依依不舍,亲自服侍川岛穿鞋,恳请川岛明天一定要过来。 他们明天要赶路。 抵达夏田之后,为老夫人已经死去的小儿子举办超度仪式。 夏田也是川岛的终点。 完了一路,她已经花光了差旅费,到了不得不回东京的时候了。 川岛没将这个消息告诉众人,她胎恋和小舞女相处的时光,只希望时间再慢一些。 去夏田的途中,有很多上坡路,众人走得辛苦。 小舞女发现,前面石墙上靠着许多竹节,她从中挑了一根又粗又长的,送给川岛当手杖。 此举引来了老夫人的呵斥,拿这么好的竹子会被人当成小偷的。 于是,小舞女又找了一根又细又结实的,小跑着送到川岛手中。 她累得满头大汗,瘫在路边大喘气。 如此可爱,川岛忍不住笑了。 尽管如此,小舞女还是不愿意多休息,她紧跟着川岛的脚步,生怕落后了。 川岛走得很快,又选了一条近路,很快就将其他人甩在后面。 弯弯曲曲的小路上,只有她和小舞女两个人。 两人爬到了山顶,站在山顶向前望去,就能看到他们的目的地。 小舞女用手帕把石头擦干净,两人面对面坐着休息。 小舞女一低头,发际上的梳子掉了下来。 川岛眼疾手快捡起梳子,帮小舞女插在发间。 她触碰了女孩子最私密的物品。 就在这个山顶上,小舞女和川岛约定,等到冬天的时候,她会回到家乡,等待和川岛见面。 懵懂的情愫在两人心间流转。 可悲的是,她们就像飞鸟和鱼,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圈子里。 川岛的朋友不是老师,就是学生。 而小舞女最快乐的是,就是和她的舞女好友一起晒小鱼竿。 她们曾结伴而行,却始终住在不同的旅馆中。 这微小的细节,便是她们永远无法跨越的差距。 众人抵达夏天,一人队伍住进了自己的落脚点,而川岛被赶去住高级旅社。 川岛拎着行李,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。 她明天一早就要离开,该怎么去和小舞女道别呢? 而小舞女在房间里叠着千纸鹤,等待川岛的到来。 按计划,今晚一人队伍全员休息。 小舞女和川岛约了一起出去玩。 她坐在窗边,翘首以盼。 一只千纸鹤坠落,被一个学生帽打扮的人剪了起来。 那人抬头一看,小舞女才发现她并不是川岛,慌忙躲进屋里。 而真正的川岛正在匆匆赶来。 她站在楼下朝小舞女喊,我们走吧。 小舞女点点头,露出了两颗小虎牙。 她恨不得立刻飞下楼,老妇人却叫住了她。 今晚休息计划取消,所有人都要上街表演。 小舞女不能违抗老妇人的命令,便去找哥哥。 哥哥恳请老妇人,就让小舞女出去玩一玩,不碍事。 老妇人拒绝了哥哥的请求。 川岛是个好人,但爱情本就是变幻莫测的。 若小舞女真的痴心爱上了川岛,她要吃的苦头会更多。 长痛不如短痛,这本就是不该萌芽的爱情。 老妇人态度坚决,小舞女也明白了她和川岛之间的差距。 这些日子萌生的喜欢和爱恋,不过是一场美好的梦罢了。 她下楼告诉川岛,今晚不能约会了。 明天一早,川岛就要离开,此时告别不太合时宜。 却也是最后的时机,川岛艰难地开了口,小舞女难过地蹲在地上,说不出挽留的话。 她从出生那天起,就没有和川岛在一起的资格。 川岛去屋子里向众人道别,再出来,已经不见小舞女的踪影。 她和小白狗告别之后,黯然离去,而小舞女躲在旁边偷偷哭泣。 川岛离开的时候,哥哥来送行。 她送给川岛一袋香薰,就让这袋香薰代替阿薰陪在川岛身边吧。 川岛十分惊喜,将头上的帽子当作回礼赠给哥哥,心中却遗憾,没能再见小舞女一面。 而小舞女早已到了码头,她要与川岛告别,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候,川岛冒昧地向小舞女讨要她发际上的那柄梳子。 川岛已经登船了,她戴上学生帽,又变成了东京的学生。 小舞女仍站在原地,独自悲伤,直到气笛声响起,她才惊觉川岛已经离开,向川岛招手。 怕川岛看不见,她还拿出了白手绢使劲挥舞,而川岛也脱下学生帽与她呼应。 川岛朝岸边大声呼喊,只是距离太远,呼喊消散在宽阔的海面。 川岛颓然地蹲在船弦上,摸缩着小舞女的梳子,泪水悄悄爬满了面颊。 她的初恋终于成了一段记忆的碎片。 电影《伊豆的舞女》改编自《川端康城》的同名小说,讲述了一段纯情初恋,最终相望于江湖的故事。 电影《终于原著》几乎没有改动,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初恋。 单纯,美好,可能连喜欢都没有说出口,便成了遗憾。 多年后,已经释然,却无法忘怀。 你可能仍旧珍藏着一件属于它的物品,也可能被什么事物勾起一丝怀念。 时光从不等待我们,最甜美的部分都成了记忆的沉淀。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相逢和告别。 当我成为尘埃,会不会有个苍老的身影,来到我的墓碑前,用一只玫瑰与我相逢。 此生倒也不遗憾了。